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要有这些年轻的参赛者 可以唱出那些歌的韵味 那么被淘汰的有一位 这一位必须在这个赛后呢 既然已经被淘汰了 自己走到中式的门口 把自己的海报给撕下来 回家当纪念品 可能呢在这一季 你就与这个当明星无缘了 既然是这么严苛的比赛 当然我们请到的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专业的评审团队 首先 要欢迎到的这一位 可以说是亚洲创作畅销天王 张宇先生 哇 订阅创作人张宇 主频个人歌唱爆发力 Oh my God 宇哥 真的欢迎你 你知道多少参赛者选你的歌吗 真的吗 而且都其实难度都蛮高的不好唱 他们为什么这么不想活呢 唱你的歌有没有什么建议 比如说上次有人这个选趁早的话 要怎么唱 唱我的歌非常简单 就是先降Key Key太高了 我自己在KTV我都降Key 张宇本尊自己都降Key 所以请有时候参赛者不用太轻 对 因为在录音室跟其实不太一样 跟现场不太一样 所以说还是以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能够表现展现出来为止 好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是你的好朋友吗 可以算好朋友吗 是啊 我跟志平不错 直接跳过是不是 好 欢迎我们的袁伟仁老师 大家好 成功不是偶然的 辛苦是应该的 哇 在家里想这句slogan想了多久 这句话很优 真的完全有提醒到 心气很重 刚后来一直跟我们聊天 他心中已经想好slogan了 他已经想好slogan了 今天怎么评审家一直跳来跳去 镜头很难抓的 对 没关系我们会把你的剪掉 蛤 喂 不过 袁老师想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是要超过20年以上 还被大家记得的经典好歌 您本身写了多少歌 我自己写了 有记录的大概150首吧 你看 心机很重 还在算有多少首 没问题 我们今天的老师群里面 有一位有超过300首了 那我们先介绍这位300俱乐部是不是 好 先讲周志平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周志平老师 青梅竹马 还有那一场风花雪月很多的好歌 梦不到你 梦不到你 对不对 我依然在 你依然在我新生处 也是 那是胡瓜的这个深情主打 对不对 胡瓜现在要当爷爷了 恭喜瓜哥 所以其实您真的写过很多好歌 不过 真的写一首歌 其实在写的时候 知不知道它以后会被人家传唱 会变成很倦勇的歌 无法预期对不对 写的时候有 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歌可能应该会红 可是没有办法预期说 它会20年以后还会红的 这个没有办法预期 这个就是要看这个功力了 像小胖你的歌有超过20年还没吗 还没 对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待时间的考验 现在红不见得是红 没错 的确是 你有150吗 150 有啦 大概170几 什么啦 你那150首就说自己烦人 那时候不红的不能算进来 没有 所有作品有记录有发行 有公開的 都要算 大概中的几率0.25% 等一下 章语不知道写了几首 章语写很多 我大概 有记录的 我从来不记这种东西的 这种司法小事我不记的 他要留语后人说的 像你自己每天在家里记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接到这一位 我跟你讲他厉害了 他跨这个电影 主持 广告 广播 各界写书 也是名乐评人 我们的超级天王黄子焦 现在 您真的是太抬举我 是名乐评人黄子焦 主屏个人歌唱客作品 很小 娇娇研究的音乐类边 这是一个重点 但另外一个重点是 因为我们参加过很多选秀节目 从大陆一直到台湾 其实包括周老师 袁老师都是 所以今天想看看我们台湾 到底能不能选择 水准如何 对 但我刚刚看外面的海报 我就想回家了 啊 这么不起眼吗 不是 我觉得那个海报 我不知道裁解概念是什么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很明确的觉得它会很红的 成为超级明星的是不是 不过很难讲 你看当年就 但我看到另外一个海报 有一个人不错 真的吗 就在康康下面 那是你吗 不是 不是 是红毒大师 不好意思 看不中了 在康康下面如果是我 那一定特别的美丽 对 对 不过焦哥说真的 我想这个自己也发行过十几张专辑 我自己的自制专辑高达11张 一张都没有上市啊 谢谢大家 但是你要知道最近有一张 我自己押的CD在那个雅虎拍卖上 3000块的起标价 放了大概两年没有人下标 所以我们希望 电视机前面如果有一些 上星人士 郭老板 麻烦你 郭台铭先生 3000块你就把他带回家嘛 奇怪了 讲到郭台铭三个字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位 她的头衔可多了 你看我们就是主持 好会CUE对不对 对 但最新的头衔就是 她是比刘佳玲更早 跟郭台铭发生关系的女人 真的假的 欢迎柴志平小姐 大家好 偶像剧之母 柴志平 主频个人 明星客人 你说偶像剧之母 什么综艺 金钟 什么亚洲 什么十大 什么 亚洲之星 亚洲之星 等一下 要解释一下 跟郭台铭的关系 那个就是刚好台湾 只有两个被选出来亚洲之星 一个是我 一个是郭台铭 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说最有影响力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个评审 其实有点心虚 因为有人有做过150首歌以上 有些人出过唱片 那我 但是我帮你解释一下 你们知道柴姐 其实比刚刚那几个人都厉害 她写过一首全台湾人都会唱的歌 叫做什么 陶采投 初一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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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是答对她 真的 对 柴姐写的 这样子她有没有比你们都屌了 有 厉害 那首歌不止20年 起码30年 所以待会如果参赛者唱这首歌的话 而且她是第一代的檳榔姐妹花 谁不会唱 我哪个人家 不是这一首啦 不是啊 那妳是哪一首 高高的手上 我想其实这个柴姐 妳真的向重这个明日之星的 超级慧眼 无人能敌 是我对她的观点我不太认同 在我们偶像剧的逻辑里面呢 成功是要靠运气的 对 成功是偶然的 偶然是要靠运气的 对 因为她不在线上 所以讲的话比较就是 欸 你知道吗 欸 老师在 你走的好像有人坐 而且你走的算你把道具留下来 那我们要换一个人的 你干嘛 对啊 你有没有发现 她们这种五年级生的 都是很努力 一步一脚印 靠才华 跟四年级比较不一样 新一辈的年轻人呢 就是要靠运气 如果她的外在条件 各方面运气够了 搞不好她就变成明日指定 本日课题演唱老哥 二十位明日之星 经过了重重的考验及潮态下 将进入全新的歌曲指定赛 而今天的老哥指定赛 不但要宣誓出老哥的韵味 更考验参赛者们 纯熟的演唱技巧 第一阶段的老哥指定赛 将抽签选出前十位参赛者 参加演出 过关者将成功晋级 失败者则必须有人离开 比赛即将开始 首先呢 今天副古歌曲抽到1号的是 安琪27岁 台北人 她原来呢 是这个于祥全的经纪人 一路参赛到现在 过关斩将 非常厉害 今天带来的是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掌声欢迎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是改编自西班牙歌曲《爱的故事》 原唱是香港歌坛的 长青处静停 封飞飞 邓丽君等知名歌手 都曾翻唱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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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